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今天整个台湾地区吹偏东风 各地都是倾向于相对稳定的天气状况 温度也有机会回升 当然现在这个时候温度还是偏低 北部地区跟东部地区 但是白天温度会逐渐的回升 未来这一段期间都会是类似今天 像多云甚至于多云到晴的天气相对稳定的一个状况 而温度的部分 北部地区跟东部地区 在明后天有机会再上看30度 今天的高温会逐渐的回升到大概27度左右 我们来看中央气象局的预测 北部地区因短暂震雨 降雨几率是30% 白天的温度是21到27度 此刻就是今天最冷的时间点了 中部地区因时多云降雨几率20% 白天的温度是24到30度 南部地区多云降雨几率20% 白天的温度是22到31度 所以南部地区还是相当的热 东部地区多云降雨几率20% 白天的温度是21到27度 澎湖地区多云短暂震雨 降雨几率30% 白天的温度是24到27度 整体来说 其实降雨几率都20% 30%左右 那主要呢 东部地区迎风面 那比较是容易出现局部的短暂震雨 那至于西半部地区呢 它则是在中午前后 比较容易出现短暂震雨 尤其是午后容易出现短暂震雨 这样的一个天气形态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跟台东目前是22度 台中跟澎湖目前是23度 台南高雄25度 宜兰现在只有20度 花莲现在也只有21度 好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 四大指数都是下跌的 而且呢 在最后的尾盘的时候呢 跌幅有扩大 主要是因为债务上线的问题 到昨天 到今天凌晨为止 还没有看到有任何的进展 好 道具公益指数呢 下跌了231点 收盘指数是33,055点 跌幅0.69% 纳斯达克下跌了160点 收盘指数是12,560点 跌幅1.26% 标普五百指数下跌了46.96点 收盘指数是4145.67点 跌幅1.12% 费城半导体下跌了37点 收盘指数是3177.44点 跌幅1.17% 好 这是美国股市的一个状况 那至于在油价的部分呢 则是上涨的 纽约油球价格上涨了0.86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72.91美元 涨幅1.19% 拜布兰特原油上涨了0.85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76.84美元 涨幅1.12% 你会发现油价跟股市 还有跟其他的原物料价格 都是走不同的走势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 昨天沙尔地阿拉伯的 这个原油部长呢 能源部长呢 警告市场上面的原油石油的 价格的空投 那么要小心注意啊 那么可能呢 随时候续都会有相关的会议会影响 那因为OPEP6月呢 又要开会了 所以市场上担心 沙尔地阿拉伯的警告 所以就看到油价呢 出现了这个 既不符合衰退的下跌 也不符合美元上涨的 这个原物料的价格的下跌 只有油价是上涨 因为沙尔地阿拉伯的这个警告 看起来效果还是蛮强的 那么他是说呢 那么他说要小心注意啊 那么未来可能会让大家觉得很痛苦 他是对空投呢 那么提出的警告 接着我们来看到是农粮价格 农粮价格的部分呢 芝加哥黄豆期货下跌了1.44% 然后芝加哥小麦期货 大涨了2.76% 芝加哥玉米期货上涨了1.18% 那另外在贵金属的部分呢 那么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下跌了2.70美元 每盎司报价是1,974.50美元 跌幅0.14% 从上个礼拜一开始啊 那么这个黄金跌破了1盎司2000美元之后呢 就一直没有占上2000美元 六个交易日没有占上 然后六个交易日当中 有五个交易日都是下跌的 当然跟美元指数的强势是有关系的 那么白银的期货呢 也下跌了0.99% 铜的期货下跌了0.83% 把金的期货则是下跌了3.05% 那至于在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则是上涨了0.33个百分点 来到103.54 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欧洲的三大主要股市呢 都是下跌的 英国金融税报百分子股价指数 下跌了8点 刷盘指数是7762点 跌幅百分之0.1% 报告白银政商工会指数下跌了 这个99点 刷盘指数是7378点 跌幅百分之1.33% 德国弗兰克指数下跌了71点 刷盘指数是16152点 跌幅百分之0.44% 好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首先我们来看总体经济面的部分呢 那么昨天呢美国欧洲 就是全球标普指数这个公司 那S&P Global呢 他会公布每个月 他们所调查的PMI 经营采购经理人 采购经理人这个指数 那么这个PMI指数呢 是一个最领先的指标 去调查采访 这些企业的最前线的采购人员 然后根据他们的评估 然后去看景气的融枯冷热 那么这里面现在都发现说 在这个根据S&P Global 所做的调查 整个五月份呢 美国跟欧洲的出估值 都显现出来 制造业很冷 服务业很热 就非常不一样的冷热两样情 好那美国的数据的部分呢 他的这个PMI出估值呢 降到了48.5 那么这个呢 是使得他呢 跌破了景气融枯线 然后进入了这个景气衰退的压力 这在制造业的部分 这也是呢 过去这一段时间 美国首次在制造业的部分呢 跌破了景气融枯线 那么但是服务业的部分 就非常的热 服务业的部分呢 他的出估值呢 是55.1 不但站在景气融枯线50之上 代表景气扩张 而且呢 比预期的52.5 以及比上个月的53.6 都要来的高很多 所以制造业很冷 服务业很热 不止如此啊 我们看到这个欧元区的状况 也是如此 他的制造业的PMI呢 狂降到44.6 不但持续的在萎缩的一个状况 而且呢 还进一步的扩大 他的萎缩的一个情形 可是服务业的部分呢 仍旧维持在55.9的景气融枯线之上 所以美国跟欧洲也好 现在都是制造业很冷 服务业很热 那这样的情况 他迟早会有一个一致性的方向 就不确定一致性的方向 是朝向制造业的冷 还是服务业的热 这就是现在市场不确定的地方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美国昨天公布的新屋销售的数字呢 意外的要比预期来的好很多 而且创下了13个月的新高 所以尽管房贷利率不断的高升 可是呢 好像对于购买房屋来讲 仍旧是这个很多正面的讯息 另外我们看到的 不过联准会呢 他自己所做的调查 他是在去年10月的时候呢 访问美国一万一千名的成年人呢 所做的调查显示 民众的财务安全感 正在快速的下滑 这是每一年都会调查的 家庭经济跟决策调查 认为自己的财务状况 还算可以的 那么比例呢 是73% 这已经是比前一年的78% 降了5个百分点 所以对于自己财务觉得还OK的 比例正在下降 然后呢 但是这里面就算觉得自己还OK 可是觉得自己的财务状况 恶化的比例 高达35% 比前一年度增加了15个百分点 另外呢 有认为自己呢 退休存款还算是顺畅的 只剩下31% 比前一年度调查的40% 大幅度的下降 另外呢 有44%的受访者说 物价飙涨已经大幅度的影响 他的预算 有三分之一的家庭说 通膨是他们的最主要的挑战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美国的民众的财务安全感 快速的下滑 所以你看到 美国企业的破产呢 从今年到现在已经高达230家 这个是破纪录的 这个是比去年同期相比呢 整整增加了一倍 不过呢 根据Target 还有Walmart的最新的财报显示呢 他们的库存 似乎呢 已经是 这个销库存已经到了一个 这个阶段了 那么有机会准备要 回弹库存 回补库存 所以呢 这可不可以让 这个制造业 尤其全球的制造业 都有复苏的机会 值得观察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英国 国际货币基金呢 原本非常看坏英国 认为今年英国呢 是全欧洲最 全主要国家当中最糟的 会负成长0.3% 但是因为呢 英国第一季的表现 比预期的好 所以呢 那么估计它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可以转正 正的0.4% 好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日本 日本呢 它的片卖数值呢 其实都有回升 不管是制造业的 或者是服务业的部分 都看到了微幅的回升 所以显现它的经济状况 确实有好转的迹象 不过因为通膨严重 所以侵蚀了 日本的这个薪资 所以呢 它去年的薪资呢 是负成长1.8% 明目薪资是成长1.9% 但是呢 因为通膨3.8% 吃掉了 所以反而实质的薪资 扣除掉通膨的实质薪资 是负成长1.8% 这创下了2014年以来的 实质薪资的最大减幅 好 另外我们就来看到的是 沙兽地阿拉伯 那么OPEP 6月就要举行会议了 那么这个沙兽地阿拉伯的 能源部长 阿布都阿 阿布都阿祭司呢 他就提出了警告 警告游市的空头 要担心 我持续提醒他们 将感受到痛苦 就像4月一样 好 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呢 所以是促成今天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而现在呢 纽约的期货市场呢 那么它的这个原油呢 还在继续的上涨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日本呢 昨天宣布要这个对于23项半导体的设备输出呢 出口呢 的技术 还有设备出口呢 采取管制的许可制 都必须要经过日本政府的许可 虽然呢 日本没有说这是针对中国大陆以来的 但是一般认为 这其实都是跟随着美国围堵中国大陆的做法 那么当然对于日本股市来讲产生一点影响 因为呢 这使得日本的相关的业者 这股价就是硬生下跌 所以呢 日本股市昨天呢 也因此下跌了百分之0.42 不过呢 一般分析 这个对于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影响 其实要比美国的管制 还要来的严重 因为呢 在大陆的晶片制造设备来源当中呢 百分之39来自于日本 只有百分之10来自于美国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中俄之间的这个关系呢 更加的密切 俄罗斯的总理米苏斯金呢 他现在正在上海 这个参加中俄商务论坛 那么这里面有几个事情 都跟这个本币交易有关 首先呢 他强调中俄将会扩大使用本币结算 本国的货币结算 事实上呢 2021年呢 中俄之间的交易呢 贸易交易只有四分之一 是用本币来结算 那么现在 2022年呢 扩大到三分之二 他们预估呢 还有很大的扩张的可能性 大概百分之百 都要采取本币来结算 那么同时呢 还要彼此之间呢 加强经贸往来 一到四月 中俄之间的这个贸易往来呢 是年增高达百分之41.3 那因为中国大陆的净出口 在一到四月 大概平均只有 微幅的个位数的成长 所以中俄之间的成长 其实非常明显的 好 那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的几个 主要省市的出口呢 其实在四月都有明显看到升温 那么包括了这一个 广东 江苏 浙江 上海 北京 跟山东 这六大这个出口省份呢 那么四月份都成长 不过呢 这当然跟去年的基期效应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好 陆港股的部分 昨天都是下跌 而且跌幅都超过一个百分点 上升综合指数下跌了50点 收盘指数3246点 跌幅高达1.52% 升任城市下跌了114点 收盘指数11,012点 跌幅1.03% 香港恒生指数 下跌了250点 收盘指数19,428点 跌幅1.27% 好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台湾的部分 台北股市呢 昨天呢 继续的小涨 小涨了7.14点 收盘指数16,188点 涨幅0.04% 不过持续的看到 OTC的补涨效应 那大涨了1.95点 收盘指数213.24点 涨幅0.92% 另外我们看到呢 台湾的这个景气的部分呢 现在看到的是 内热 零售业 餐饮业都非常的强 但是呢 外冷 所以我们看到工业生产 制造业生产指数呢 连续11个月的 负成长 而且呢 这个4月份的工业生产指数 跟制造业生产指数 负成长高达了2成 也影响到了批发业呢 是负成长15% 所以这个外冷 外贸环境非常的糟 然后内热的一个情境呢 是非常明显的 好 韩国的媒体报导说 三星跟海利斯的 D-Rand的出货 已经有所增加了 是不是谷底已经出现 也值得观察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节目现场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